南投县家庭照顾着关怀协会 附设民间乡万丹社区关怀据点 日前来了一群相立幼儿园的小朋友 表演歌唱舞蹈献给据点里的社区老长辈们 幼儿们唱唱又跳跳 天真的舞蹈及可爱的笑容 渲染了在场所有的长辈 气氛愉快让长辈们感受到 有如祖孙同乐的乐趣 民间乡万丹社区关怀据点 平常都是长辈在这里集体共餐及活动地方 这天上午由乡长夫人及幼儿园园长 带领着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来为长辈们表演唱歌及跳舞 这间小朋友天真可爱的笑容及舞蹈 感染了在场所有人 先缘罗美宁感谢乡公所及幼儿园的用心 为长辈带来欢乐的一天 明镜乡立幼儿园的孩子 今天在师长的带领之下 到家照协会在万丹的据点 跟老长辈一起来同乐 今天小朋友带来了两支非常活泼的舞蹈 展现了孩子天真无邪的童真 我们今天也看到老长辈们非常开心 小朋友的表演天真可爱 也都说自己跳得很高兴 也希望阿公阿嬷看得开心 我今天表演给阿公阿嬷看很高兴 我今天表演的是小娃娃跟茉莉花 我今天表演快乐无敌和飞飞飞 我很开心 希望可以让阿公阿嬷很开心 据点的阿公阿嬷也一直说 好看好看 欢迎有机会能再来表演 今天在关城的朋友来 很欢迎 来这里 让我们看得很好 很欢迎 大家都很欢迎 希望阿伯看得到这里 来这里表演 身为南投县家庭照顾者 关华协会执行长的先认员 罗美玲也表达了很开心 看到长辈与小朋友们的互动 就像祖孙一样 感受祖孙同乐的乐趣 学校非常的用心 让孩子们到这个社区来 跟老长辈来同乐 也希望他们能够做到 敬老的精神 我们也看到老长辈 看到这些孩子们 就有如见到自己的孙子一样 我们都期待说 不管小朋友也好 或老长辈也好 在他们一起同乐状况之下 感受祖孙互动的乐趣 万代社区关华据典的长辈 在小朋友的陪伴下 感受到祖孙同乐的趣味 新议员罗美玲表示 未来也会多邀请幼儿园 与长辈同乐 让生活更充实以快乐 记者查世袭 民间采访报导 末尔